大家好,我是大伟 最近遇到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有同学去问啊 老师我小堂堂高了以后应该怎么办 有没有哪些地方我按一按点一点 哎,我的小堂堂就能往下去走一走 其实这个方法啊 目前来讲啊 我是没有遇到过 但是我能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如果你的小堂堂啊 比较的高 我们俗称的小堂人啊 包括你的空腹血糖啊 包括你的饭后这个血糖啊 都会比较高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是去做运动 老老实实的把我们的腿迈开 但是在运动上面的选择 我们也是有讲究的啊 不是让你盲目去念 我在这里啊 给大家分享两个比较好的运动 这两个运动 每天在家坐上一个三到五分钟 就能够很好的 把你的小堂堂的数据啊 往下拉一拉 让你整个身体啊 变得更棒 那么话也不多说 这两个运动 每个人都能念起来 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居家去锻炼 好了 我们现在来开始讲动作 咱们第一个动作啊 就是抖 怎么去抖呢 先把腿抖起来 然后把我们的腹部转起来 把手这么来回的去抖 从上抖到下啊 全身都在抖 有句话叫做摆念不如一抖 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实是在大量消耗 你肌肉当中的糖原的 当你肌肉当中的糖原 因为我们这些动作啊 把它消耗了以后 慢慢的你新的一些糖原 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身体的糖都会往下降一降 就这么抖着就行了 有很多朋友说 老师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 但是我自己去做啊 却感觉非常的难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找到协调感 做这个动作很简单的 就是说先把腿抖起来 腹部收紧 然后把我们的腹部跟随腿的一个这个节奏啊 抖起来 慢慢的把我们的手 你看也抖起来 从上抖到下啊 手举高 就这么去抖 全身都在抖 摆念不如一抖 也是这么来的啊 这么抖起来 抖着抖着 每天抖上一个一分钟到两分钟就可以了 那么抖完这个动作以后呢 咱们还可以再接着下一个运动 是什么运动呢 叫做超慢跑啊 超慢跑这个运动啊 给大家分享过一次 那怎么去做呢 你看腿抬起来 就这么慢慢的去做啊 先这样去做 看似很简单 你会发现老师分享的动作都很简单 但是这个简单的动作不代表它好做啊 慢慢的我们把脚腻起来 你看这个脚要腻起来 腻起来以后来回的动啊 慢慢的把幅度增加 好啊 保持这个频率 频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心率呀 不要超过120 就在这个频率之上运动啊 脚趾呢 每一下都要踮起来 有一种抠地的感觉 心率120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 千万不能很喘 啊 做完以后啊 啊 这么喘 讲话都接不上气啊 这就不行 我们做的时候啊 你看要能正常的讲话 这个心率呢 是非常适合我们运动的一个心率 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这个心率非常好 每天这样在家跑上三到五分钟 看似很简单 只要你能坚持下来啊 你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啊 就分享给大家了 这两个动作 每天在家做一做 不仅能够锻炼好身体 把我们的小堂堂往下拉一拉 坚持做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发现自己的心肺功能啊 也变强了 好了 我是大伟 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 没有关注的 记得关注我一波 在别人那里 或许是不传之秘 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 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伟 血压高的人 一定要学会这个动作 因为这个动作啊 不仅可以帮助你 稳住血压 让血压逐渐的回归到一个正常值 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比如说血压突然升高 但是身边忘记带药的时候 这个动作啊 更能够救你一命 保你一命 我给大家讲一个 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真实案例啊 就是我的奶奶呢 在2022年的时候 突然啊 有这个血压一下升高了 那医生讲啊 就是血压她升高 要去医院去换药 原来的降压药 对她意义已经不大了 但是恰巧那一天呢 我们小区被封锁起来了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奶奶她测了血压 189 就是血压已经非常高了 直接往200上面去奔 然后呢 我当时她已经感觉头已经发昏了 就是整个人啊 就变得没有力气 我当时也比较着急 但是呢 我给她用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直接让她血压从189 一直下降到140啊 一下子就下降到40多 是怎么做的呢 非常简单 这个方法一定要把它好好的看 好好的学会 我建议大家把视频保存下来啊 同时跟着我做完以后 自己可以对比一下 做之前和做之后的 自己量个血压做个测试啊 一定能帮助到你的啊 如果感觉有用的 评论去下方打上有用 我们现在来讲方法啊 首先第一个啊 就是说咱们把手伸出来啊 我手指中间的地方啊 是一个穴位叫做劳工穴啊 大家都知道 这个穴位啊 非常重要 我们接下来呢 将以它为中心 大家看 这个手掌像不像一个圆圈啊 我们接下来以劳工穴为中心啊 然后就依次的画语言 在手掌上这样画啊 就是按我这个顺序 那大家知道啊 就是给大家讲个题外话 就是血压高的人 特别是突然血压往上升的人 你去摸他的手掌 他的手掌上面会特别的僵 特别的硬啊 所以呢 你自己摸一下手掌 你也能感觉出来 当你血压比较正常的时候 手掌摸起来是比较柔软的 血压一旦升高了以后 会变得特别僵硬 我们怎么去建议这个方法 能不能对自己管用呢 如果你的血压比较高 对吧 你做完这个动作以后 突然一下子感觉 自己的血压降下来了 自己的手掌变软了 这个时候就说明 你的血压已经降下来了 好了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啊 你看给大家做个演示啊 在这里呢 我做的时候是不用劲的 我给大家先模拟一下 我们的方向 先点住劳工穴 然后你看 我这里的话呢 是一个顺时针啊 就这样去做 啊 你看依次的往外画圆 啊 逐渐画画画画到哪呢 画到最外面这一圈 再回到我们的中心 再按住 再画 那么做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自己做 是不是那么好 哑观的啊 我们是一个手按进去 然后就这样搓 其实我这样演示的话 你们是看不清的 所以我这样去给大家看啊 就这样 来回的搓 一般搓上一个三到四圈啊 逐渐就搓到最外面 然后再来一次 我们一般做三次啊 做完三次以后 摸一下你的手掌 会发现他已经变软了 这个时候 你的血压已经降下来了 其实我在这里给大家再说一下 很多人说我做左手还是右手 其实左右手不重要 你只要做一只顺手就行了 比如说我的右手有力 我就做左手 因为左手是被按的嘛 那我的左手有力 我就做右手啊 这个没有关系啊 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是这样的啊 你看 手点进去 然后身体往下沉 然后这样去按 如果说你身边有家人 你自己啊 没有力气的时候 你把手掌伸出来 让他按进去 然后就在手上画圈 就这样按 好了 当手软下来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小臂 重点来了啊 小臂这里呢 中间我们围一道线 然后从下啊 往上去推 就是说 从我们的向心端啊 往前去推 推到我们的手掌 你看这样啊 一啊 往外去拨 然后这里也是的 你看往外去拨啊 我手掌这里呢 中间以中间围一条线 然后呢 这边呢 往外侧 你看 这边呢 就往内侧去拨 就这样去拨 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方向不能搞反了啊 先拨上去 然后再回来拨啊 给大家做个慢动的演示啊 你看 来拨拨拨拨拨拨 这边是从下 这样去拨啊 由下到上 我们围一次 我们做上一个四到五次 那么做完以后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啊 你看我 虽然没怎么做 我的上嘴唇 额头后背 其实现在都开始出汗了 这个汗是什么汗 就是细细的一层像薄雾一样的汗 它不是和普通的汗一样啊 那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 很多人他这个血压就开始已经往下降了 而且降得非常的快啊 这个动作 它是在关键时候可以保命的 就比如说你出去出门在外啊 突然一下子血压高了 然后呢 平常自己有吃药的习惯 但是哎 你的药没带 怎么办呢 赶紧把这个动作啊 做起来 自己就这样 来回的去搓手心啊 然后吸气 配合自己的深呼吸 缓缓吐气 我们通过这个动作啊 可以快速的让你的血管扩张起来啊 这个时候呢 你血管一扩张 你的血压自然就降低的啊 这其实呢 也是动作的原理所在 当然最后我们讲一下 每天做这个动作啊 它可以帮助你有效的稳定你的血压 但是依然这个动作啊 它不能代替药物啊 如果你们自己在吃药的话 不要轻易的就把这个药物啊 剂换下来了 依然要什么呢 我药物一边吃 我动作一边做 然后循序渐进的 逐渐的啊 我停一下 看一下 做这个动作 慢慢慢慢的 循序渐进的去做啊 我不建议大家一下停药 然后去做这个动作的啊 这里非常的重要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同时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动作的内容 转发给自己的老伴 转发给自己的子女 让他们也收藏好 为什么呢 万一遇到什么情况啊 你及时的 他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收藏视频 真的可能就离命 好了 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大家一定要去学会这个动作 我是大伟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伟 说到洋气这两个词 大家都不陌生 但是洋气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呢 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大家可以注意观察身边的一些比较 年龄比较小的一些朋友啊 比如说大概15岁左右的 你去观察这些人 他们的身上啊 就会无时无刻散发一种 我们讲一下青春气息 什么叫青春气息啊 就是面色好看 同时呢 身上有静 说话有力 思维敏捷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我们叫做洋气足啊 你在反之 我们看一些很多的 就是五六十岁的 特别是你到医院里面看 这种人非常多啊 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面色灰暗 同时呢 身体啊 走路姿态 都会给你感觉一种 非常要散的感觉 这种感觉呢 其实给你感觉就是一个字啊 虚 那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洋气不足啊 其实我们的洋气啊 它是一个由下到上 在由上到下的一个过程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从出生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洋气啊 就在随着我们的 这个岁数增加 一直在增加 到达15岁到20岁左右 它会到达一个巅峰 然后呢 再开始慢慢的 缓缓的下降 最后一直下降 那么我们讲啊 你会发现年龄越大的人 越容易啊 洋气不足 洋气不足的表现啊 就是身体发虚 浑身没有劲 每天啊 这个情绪上面的 一些负面的情绪啊 非常多容易产生负面的一些情绪 最后呢 就是没有力气啊 比如说话没有力气啊 走路没有力气啊 这些通通我们都称之为啊 这个洋气不足 那么洋气不足 我们怎么样去提升呢 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小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我们身体上面 都有一个洋气口子在哪里呢 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地方 你看我手一捏 这里啊 浓起一个小山峰啊 像两个骨啊 它合在一起 我们称之为河骨啊 就是这里啊 我们提升洋气 最好的一个动作啊 就是去撞河骨啊 很多人都知道 河骨是一个大穴啊 所以没事啊 有些人就喜欢揉一揉啊 捏一捏啊 甚至按一按 但是我告诉大家 想要真正的把我们的河骨打开 那我们一定要学会啊 撞河骨 撞河骨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啊 我们把手指这样并拢 让两个手啊 拢起的地方在一起啊 靠在一起 大家看 一二三四啊 就这样啊 交打在一起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啊 如果你的位置不对 比如说我这个位置搓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只会单侧的手 有一些酸酸张张的感觉 位置对了以后 两侧凸起的地方啊 交打在一起 你会发现啊 随着交打 整个手从一个点 慢慢到一个面 都会有一些酸酸张张的感觉 甚至辐射到我们的一个手心啊 我们就这样 我们也不要做多 先做一个二十下到三十下 咱们先意思意思 先找一下感觉啊 你看 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 不同的角度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撞击的感受 就这样说 好 差不多了 那么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 我们把手掌打开 很多朋友会发现啊 手心上面会出汗 然后呢 敏感一点的朋友了 额头啊 嘴唇 后背 甚至都会出这种汗 而这种汗和普通的 我们天太热出的汗不一样 这种汗啊 它是出这种呢 就是一种细物啊 就感觉有汗 但是你一摸啊 它有一层细细的物 一会儿就没有了啊 这种汗呢 其实是一种 出汗是一种非常好的表现啊 我们就这样去做 做上一个50下到100下 一定要追求这种 手心当中有一些热啊 微微有一些麻 同时啊 出汗 额头 嘴唇 后背 出汗 当我们通过这个方法 来回反复的敲 提升我们的阳气 其实无形之中啊 我们讲 事物相对立 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啊 有阳气就有寒气 对吧 你通过这个方法 那阳气上升到 你身体当中一些 试寒之气 是不是被压下来了啊 所以通过这个方法 其实也很好的 可以帮助我们 降低我们身体当中的 食寒之气 对身体啊 是非常好啊 我们每天就这样去做 记住了 最好的方式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早上一起来的时候 我们吃完饭以后 休息一会儿 去坐上一个200下啊 晚上最好不要坐 因为做这个动作啊 容易让人兴奋 你有时候很多朋友啊 他晚上坐 坐完以后 晚上躺在床上 他就睡不着觉了 所以我们最好的建议啊 是早上 然后呢 如果早上没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选择下午 三到五点钟 这也是一个 生养非常好的 一个时间段啊 晚上呢 就咱们就不要 做这个动作了 做这个动作啊 就容易失眠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啊 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觉有用的 评论区下方 一定要打上 有用两个字 你的两个字啊 会帮助更多的人 无形之中 做了一件善事 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 转发和分享 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你的一个小举动啊 或许正在解决 他目前啊 遇到了一些烦恼 我是大伟 没有关注的关注我微博 感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伟 欢迎大家观看方圆轻松法 这里面的每个动作啊 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动作 真正意义上啊 做到一招零 让你自己在家 也能轻松的解决掉 身体上面的小问题 咱们今天啊 来给大家来讲一下 血糖和血脂 现在血糖高 血脂高的人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多 但是呢 无论你是通过什么方法 血要去把我们的血糖 给降下来 血脂给降下来 其实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很多人啊 是坚持在饮食上面去下功夫 但是会发现 即便饮食做到了克制 血糖和血脂 依然还是会很高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就在于我们身体当中的 一个血糖 血脂的一个调节能力 出了问题 说白了 就是我们的经络上面 出了问题 今天我要教给大家 一个非常厉害的动作 这个动作 我教过很多的人 而且反馈是非常的好 能让你的血糖和血脂 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看到这里 一定要给视频点个赞 我们现在来看讲解动作 这个动作可以说是 入门容易学进来 我们现在先讲解一下动作 然后再把原理告诉大家 我们首先把双腿微微的分开 然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呢 踮脚抬肘 注意看这里的动作很重要 踮脚抬肘 五指张开 然后呢 在下沉的时候 快速的击打在 我们的大腿两侧 这个动作 你看 一 配合吐气 这个往下夹的一个动作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感觉很简单 对不对 我也能做 但是你做出来 和我做出来 就完全不一样 原因是在哪里呢 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啊 我是带着我的肩胛骨 去做 你做呢 你只是手单纯的放下来 你看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个动作咱们做的时候 一定要做什么 抬头挺胸 往上的时候 吸气提气 往下的时候 肩胛骨 后背夹 手指张开 打在我们大腿的外侧 这个动作 每天啊 你去做上一个200下左右 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其实做起来的时候 会感觉非常的费力 为什么呢 它一个动作啊 就锻炼到了我们的全身 首先我们先从脚底开始来讲啊 我们在踮起的时候 踮的是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小腿 为什么要练到小腿 小腿啊 可以说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第二颗心脏 小腿越练得越好啊 我们在踮的时候 帮助它提高了一个气血的代谢的能力啊 蹦血足了以后 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好的杂质啊 就能代谢走 然后其次呢 它在踮小腿的时候 可以很好的增加我们的一个运动量 最后呢我们在抬腿啊 往后夹的时候 是提升哪里呢 是夹我们的一个背 通我们背上的一个筋诺 手臂拍打在我们哪里 胆筋啊 胆筋非常的重要啊 我们血糖高 血脂高的人一定要记住啊 一定要把我们的胆筋给拍动 所以这个动作啊 你看我们连贯做起来就是这样 啊 幅度不用大 但是啊 你一定要把这个动作的啊 精髓给做好啊 我们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啊 注意看 我手在往下拍的时候啊 它是一个后背啊 去夹的一个动作啊 千万不是说什么呢 很多人最常发现一个错误啊 就是手随便往下一丢啊 拍下去了 那么这个动作啊 那你要这样去做的话 那其实它带来了一个帮助啊 是天差地别的啊 所以我们要把每个细节都要做好 那么这个动作 每天你去坚持做个200下到400下之间 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血糖也低的 血脂也低的 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方圆精作法 我是大伟 谢谢大家